好 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你收看我們今天 2月25號的盤中的語音的分析跟解盤 那目前時間點是10點20分 那指數早盤是開低跌了119點 目前是小跌了19點 那到底台北股市呢 今天出現止跌了沒有 那尤其昨天歐美股市 我們會發現到都出現大跌 差不多有3%到4%左右的一個空間 那到底台北股市是不是出現止穩了 台北股市有沒有機會 再半年先去做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手穩呢 我覺得在這地方今天的盤中 應該說有兩個重點 要是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今天測標顯得很清楚 關盤的重點在兩個 第一個就是韓國股市 第二個就是跟匯率有關 首先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南韓股市 南韓股市昨天在這個禮拜一開盤的時候 它是引發全球股市 受到整個新冠肺炎大跌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指標 因為昨天它就跌了3%多 當昨天南韓股市一跌下來之後 像是歐洲股市也跟著出現大跌 美國股市也出現大跌 所以韓股的走勢是蠻重要的 尤其目前的疫情對它而言 還算是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我們就先從南韓股市來看 南韓股市昨天大跌下來之後 到今天為止會發現到 它並沒有去跌破什麼 之前2月初肺炎的一個低點 或者是之前12月份之前的一個低點 也就是說它來到前低的位置區 今天有出現了反彈 那目前從整個反彈的一個格局裡面來看 漲了0.68% 但是這個反彈的幅度 還不是很大 那這地方只能看作什麼 跌升之後的反彈 但是如果以肺炎的影響來看的話 最起碼南韓股市沒有再持續創波段低點 我相信對疫情相對比較減輕的台股而言 也沒有必要這地方持續的去創低點 尤其台北股市在這地方 你說要去回測前面1138的低點 我覺得還不到這個時間 因為台股也沒有出現什麼多大的一個 武漢的一個肺炎的一個蔓延的一個現象 所以南韓股市這地方出現守穩的狀況 對台股而言是一件好事 那有助於台股去守住半年線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在於 整個新台幣匯率的一個情況 最近這三天我們會發現到 整個外資的賣超會相對比較重 那最主要是因為新台幣連續這三天 都出現了一個很明顯的一個貶值 很明顯的貶值 那當然如果說你匯率出現貶值會造成什麼 整個外資的一個賣壓就會加重 所以如果說新台幣匯率呢 在近期貶值已經接近到 來到半年線的位置區 如果說這個半年線沒有再去做扁破的話 我覺得對台股而言那是一件好事 就是說外資的賣壓最起碼 它會有指紋的一個跡象 所以這幾天要注意一下 新台幣匯率如果說 這地方沒有在扁破整個半年線 或者是扁多之後開始慢慢有回升 就是回升的一個狀況的話 那這裡呢它會影響到什麼 就是整個期貨的倉位 因為期貨的倉位現在呢 只有大概2.6萬口 那倉位不多 那當然因為也是在你匯率貶值的壓力之下呢 造成那個倉位沒有辦法增加 但是如果說這個地方能夠像之前呢 新台幣匯率呢扁破就像2月初 扁破季線之後呢 慢慢走回升 那如果說來到半年線這地方 一開始有慢慢走回升的話 那整個 整個外資的倉位呢 會有一個現象就是 當初在1月30號這地方啊 期貨倉位那時候只有1.8萬口 當你指數呢 還沒有出現明顯指紋的時候 可是外資的期貨倉位卻開始增加 所以呢台北股市呢 目前呢在整個半年線跟月線之間啊 會開始慢慢去走一個 比較偏區間的一個狀況 那反覆回測半年線呢去走一個 偏擴底的情況 如果說新台幣匯率呢 這地方啊能夠開始出現偏深的話 這幾天就注意一下 整個外資的一個期貨倉位 他就有機會開始慢慢增加 那如果說有機會出現增加的話 再加上整個月線的成本下移之後 我認為台北股市下一波的反彈時間點 應該會落在3月初的時刻 所以呢這個時間點稍微注意一下 那至於個股的操作呢 到目前為止我們會發現到 整個台北股市呢 在今天呢是消耗一些全值個股的撐盤 比方說像是跌深的股票 像是屬於什麼 鴻海啦或者是呢 像是聯發科 這些都是屬於比較跌深的個股呢 開始慢慢有反彈 那你跌深的個股不再跌的話 當然對台北股市而言呢 就會相對比較有利 所以呢 就如果說這些個股不再跌 就像我們說的 台北股市有機會在3月初呢 會出現一個比較像樣的反彈 所以呢這幾天的操作裡面 先不急著去做追價 讓一些個股慢慢反覆去做區間擴底之後呢 再去做進場 那但是呢最近被動元件有一些 屬於那種屬於漲價的一些題材 缺貨的一個題材 造成被動元件呢在這個地方啊 是目前整個大盤的一個撐盤指標 但是當整個國具已經漲多之後呢 我是建議各位啊 可以偏向一些比較中低價的被動元件呢 開始呢去做一些掌握他輪動的一個機會 那如果說你沒有辦法去掌握這些 比較屬於偏中低價的一些 被動元件的相關個股的話 那我歡迎各位啊 你可以在我們的Line Edge裡面留言 所以呢今天我們的盤中解盤 就跟我講解到這裡 這幾天注意一下 整個韓股跟匯率 只要這兩個沒有出現變化的話 台北股市會在半年線走區間 運亮著下個禮拜 就是3月初的一個反彈的一個架構 所以呢要好好把握這幾天的低點 那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你跟我們做聯繫 祝大家操作順利好我們到時候下午再見 拜拜